你這話什麼意思啊 為何拿我們跟她比啊 就是 且不說我們 單說文秀 樣貌 學識 手藝 豈有和那野丫頭相比的道理 金柴說得對 就那丫頭全家小戶破了樣 怎麼配跟文秀姐比 直接不如這個意思啊 你別誤會了 我說你們兩個小跟班 想必嚴大小姐平日的好處沒辦法 瞧這糊不糊的 還有你 以後少跟他們這種人在一起 當心學壞 你怎麼說話呢 我沒 Trump一時 Dafür 你這個人我們 沒東向大 你這孩子 莫非添了一下很大 可是天都已經亮了 水還有沒有灌嗎 算了 雲越夏越大 走吧 千避避雲 快走吧快走吧 快走吧 只为你承担 坐这边 好大的雨 早就告诉你了 一个人不可能把几口大缸装满的 水缸并未挑满 依照你我的约定 你可以走 妹妹 大嫂 你别劝我 云锦庄是个讲诚信的地方 不能坏的规矩 你跟赵大人走吧 走吧 走吧 你们看 水缸满了 这个不做数 是雨水灌满了水缸 又不是你灌的 可是您昨日并未说 如何灌满才做数 妹妹 这是天意呀 既然老天爷都这么帮她 你就让她留下来吧 云妹妹 这丫头聪明伶俐 有毅力 有决心 这不正是云锦庄需要的人吗 师父 您就收下我吧 我霓裳对天发誓 我绝对不会辜负赵大人 赵夫人 还有您的救命之恩 再造之意 师父 您就收下我吧 就收下她吧 妹妹 是啊 就收下她吧 既如此 那就留下吧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